一腳出門 外套口罩不離身 走在馬路上 只想趕快衝進室內 全台空污嚴重 中南部甚至直逼紅海等級 本來就有過敏 所以比較空氣變化大的時候 就會戴口罩 受到大陸境外污染物 隨著季風襲台 除了東部以外 從29號傍晚開始 北部首當其衝 細懸浮威力濃度升高 從美麗方公尺80微克 來到150 接著一路南移 竹苗中部接續偏2.5來到過量 雲家南及高頻地區 則是來到紅海等級 不適合外出 馬祖及近年地區 已經出現紅色警示 直逼子報 大概是3個小時到6個小時 一下就過去了 中部以後 然後再影響到南部 那現在大概看起來 這一波已經逐漸在解除了 但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預估11月3號 再有一波大陸冷空氣南下 埋害再度襲擊台灣 剩下的大概是 看他們11月3號以後的那一波 還會有另外一波 那一波我們會再陸陸 會再持續再觀察 然後看看有沒有東西會下來 預估週二 中部因輻射冷卻 佳因應將出現16度低溫 各地低溫也約17至18度 中南部日夜溫差可以達到10度 預計在週三 天氣會恢復晴朗炎熱 週五再降值低溫 提醒民眾輕薄大衣 急得被妥 別感冒囉 記者綜合報導